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南部地区今天都会下雨 所以今天封面影响是全台湾 包括了离岛的金门 马祖 澎湖地区 也都是有雨的状况 北部地区降雨几率高达百分之百 中部地区有百分之六十 就连南部地区都有百分之四十的降雨几率 东部地区百分之三十的降雨几率 澎湖地区还有金门 马祖也都有百分之五十的降雨几率 所以你会看到全台湾雨成一片 降雨降雨降雨 而在温度的部分 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是十七到十九度 中部地区是十九到二十四度 南部地区是十八到二十九度 东部地区是十七到二十六度 澎湖地区是十八到二十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台中 还有高雄以及澎湖 都是十八度 台南以及宜兰是十九度 花莲二十度 台东二十二度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 开低 走低 这个收盘的时候呢 四大指数全数中错 那么看起来美国股市的投资人呢 经过了他们的一夜沉淀之后呢 认为联准会的态度 还是极为的鹰派 而在这个时候呢 公布出来的许多的经济数据呢 又显现出来衰退越来越严重啊 那么包括了11月的零售销售数字 那么它的跌幅出乎了预期 还有包括了就是在纽约 以及费城的联准银行 他们的制造业指数呢 都是负值 所以呢几个因素加总起来 使得美国股市呢 昨天出现了失望性的卖压 道琼公益指数呢 一口气大跌了764点 收盘指数是33202点 跌幅高达百分之2.25% 纳斯达克大跌了360点 收盘指数是10810点 跌幅高达百分之3.23% 标普白指数下跌了99点 收盘指数是3896.10点 跌幅达到了百分之2.48% 费城半导体更是中错了115点 收盘指数是2661.41点 跌幅高达百分之4.17% 那不只是美股跌 油价还有包括其他的原物料价格 都是全数下跌的 只有美元指数是上涨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油价 纽约油期货价格呢 是下跌了1.17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76.11美元 跌幅达到了百分之1.51 北海布兰特原油则是下跌了1.49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81.21美元 跌幅达到了百分之1.8 在这个农粮价格的部分呢 芝加哥黄豆期货下跌了百分之0.59 不过小麦的期货呢 是上涨了百分之1.53 那么玉米的期货上涨了百分之0.35 那至于在贵金属的部分呢 也是杀身隆隆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30.90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1787.80美元 跌幅达到了百分之1.7 而白银的期货呢 跌了百分之3.44 铜的期货跌了百分之2.97 把金的期货呢 则是大跌了百分之5.64 这里面呢 有货币替代效应的 比如说黄金 还有白银也有部分 这样的一个特质 它的跌因为美元指数又回升了 那但是呢我们看到铜跟靶金的这个跌 尤其是铜 它是从原物料价格 从原物料当中来看的话呢 它比较像是矿坑里头的金丝雀 一旦这个整个景气衰退的时候 铜的价格是第一个修正的 好 所以呢它反映的也是一个衰退交易 那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则是上涨了0.83个百分点 来到104.63 欧元对美元呢贬值了0.54% 可是这里面呢 英镑对美元呢 是一口气贬值了2% 创了六个礼拜以来的最大单日贬幅 而日元的部分呢 也贬值了1.75% 贬值的幅度也相当的大 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也是全数下跌的 英国金融市报版本股价指数 下跌了69点 跌幅0.93%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下跌了208点 跌幅高达3.04% 那么至于在德国的部分 重挫了473点 跌幅也是达到了3.28% 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得到说 今天凌晨从昨天晚上 欧洲股市一直到今天凌晨呢 那么出现的其实就是一个 对于未来停滞性通膨的担忧 停滞的是经济成长 而通膨会一直持续下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货币又必须要紧缩 那么这个整个的市场呢 就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压力存在 好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呢 其实美国联准会呢 做出来的会议结论 然后还有会后声明 以及鲍尔的记者会 还有这里面呢 所释放出来的利益点证图 我们最近在第一时间就为大家解析的非常清楚 其实你从那一些数字的面来看的话 你会知道说联准会其实是蛮鹰派的 那么可是昨天呢 在美国股市当中呢 两点钟联准会开完了 之后那么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呢 然后大家在琢磨说 这到底是鹰派 有多么鹰派 那市场到底要如何解读 但今天凌晨的美国股市就很清楚的知道 看起来是无法挽回了 好那么昨天的联准会升息两码 那么升息到4.25%到4.5% 好今年升息完毕了 但是呢明年究竟会升息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 那么估计可能平均来看的话 是会升息到5.1% 换言之呢它还有三码到四码的空间 要继续的升息 它也许不会再持续的升两码升三码 但是呢一码一码的升 它最终的这个利率目标呢 按照美国联准会呢 它每一个委员所预测未来利率的 利率点证图来看的话呢 那么多数委员所坐落的 这一个利率区间水准呢 大概是百分平均是百分之五点一 好所以呢这个是这个这个升息的部分 另外呢针对就是如果说是衰退的话呢 那么经济衰退会不会降息 鲍尔呢就是明确的说明 这个跟这个2023年呢 我们不认为联准会会降息 除非联准会的委员们 已经看到了非常明确的迹象 通膨正持续的朝向百分之二的目标前进 所以这一段话呢也凸显出来呢 联准会明年降息的几率其实不高的 那另外一个观察降息几率的部分呢 是联准会对于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测 美国呢这个联准会呢 他昨天提出了他最新的 对于美国未来经济的一个预测 预测明年经济成长率呢 只有百分之零点五 从九月的时候所预测的百分之一点二 降为零点五 更重要的是通膨 这里面呢核心的个人消费物价指数 这个是联准会最在乎的一个指数 那么估计呢明年呢还会上修 那么上修到百分之三点七 会上修上修到百分之三点七 而这个意味着就是呢 那么明年整个的利率 因为如果核心PCE都这么高的话 一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可能还要再高两个百分点 那么所以呢 这个就意味着明年 其实没有降息的空间 而且这个通膨会更严重 衰退也会更加的明显 而联准会目前看起来 只能够根据这个就业市场 依旧紧俏 然后还有包括了这个服务的成本 还在不断的升高 这两件事情呢 持续的维持着他们升息的步调 而与此同时呢 美国所公布的经济数据就不妙了 除了就业市场还紧俏 但是其他的都不妙 那么昨天呢 美国公布11月的零售销售数字 月减百分之零点六 11月是开始进入他们的消费旺季 结果11月比10月还要月减百分之零点六 那么同时呢 如果扣除掉这个汽油啦 跟汽车跟汽车 因为这个呢 它比较牵涉到这个短期的油价的波动 那么核心的这一个零售销售数字呢 也是月减百分之零点二 所以看起来通膨还真的已经影响到了 美国人的消费力道 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两大连准银行 费城连准银行 以及纽约连准银行 他们呢都每一个月会调查制造业指数 根据他的这个地区 纽约连准银行主要是在东北部地区 而费城呢 连准银行主要是在中部地区 结果发现到说呢 那么他们的制造业指数都是负值 尤其是纽约连准银行的这个指数呢 降到负的11.2 创了今年8月以来的新低数字 而费城连准银行的数值呢 也是来到负的13.8% 这比预期都要来的低 所以工业表现更差 然后这个消费力道也开始缩减 那么只有就业市场还是极为的紧俏 那么上个礼拜呢 初次清理事业就经人数呢 不但没有增加 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是减少 减少了两万 减少了六万人 所以呢显现的是呢 就业市场仍旧相当紧俏 所以也带动了薪资成本 还会不断的上升 那这个图像呢 就使得美国股市 在今天凌晨呢 出现了大跌 另外呢 昨天呢 包括了欧洲 英国 瑞士 大西洋笔案呢 那么这些欧洲的主要的央行 也都全部的同步升息 各升息两码 这里面呢欧洲啊 除了升息两码之外呢 并且提出了 这个缩表的时间表 就是呢 等到这个明年三月呢 他之前所购买的债券 到期了之后呢 他不会再购买债券 那到期的债券会如何呢 就会把本金还给欧洲央行 所以他等于就是紧缩货币 把资金收回来 所以呢 而且欧洲央行也提醒 未来呢 还要采取呢 更这个整个 因为通膨的问题 还是非常严重 所以未来可能还会再升息 而且欧洲央行所预估的 2023年的通膨率 会高达8.4% 这也使得欧洲央行 未来还要再大幅度升息 同时呢 欧洲央行也提出了警告 就是今年的第四季 跟明年的第一季 经济恐怕会陷入萎缩 所以欧洲所这个 画出来的图像 更让人悲观 经济要衰退 然后同时通膨还居高不下 那必须要升息 同时还要收资金 这是欧洲的部分 英国的部分呢 也是今年第九度的升息 英国央行也暗示 未来还会再继续的升息 瑞士央行呢 也升息了两码 今年第三度升息 不过瑞士的通膨环境呢 相对比较这个 没有那么的严重啊 所以呢 他未来呢 其实是不排除升息 但是呢 一般认为继续升息 恐怕幅度也会相当的有限 好 这是欧洲的部分 另外我们再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昨天公布了 11月的经济数据 结果呢 都比预期要来的糟 而且是糟很多 在消费的部分呢 特别明显 那么他的这个 11月份的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呢 比去年同期 衰退了5.9% 衰退幅度比10月 还要再扩大 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呢 也只剩下 年增2.2% 也比10月的6% 要来的 这个表现差 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呢 在资产投资的部分 那么房地产的资产投资呢 还在持续的恶化 那么同时呢 一般的投资呢 就1月到11月来讲的话 年增率只有5.3% 也是创下了 今年以来的最低 另外呢 整个的房价呢 还在继续的往下跌 70个城市的房价 连续7个月下跌 同时我们也看到呢 为了因应 美国呢 所订定的 这个削减通膨法 必须要只补贴 在美国生产的电动汽车 所以呢 宁德时代呢 这个 这个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 宁德时代呢 要联手福特 要在美国生产电池 不只是宁德时代 之前比亚迪呢 也传出来说呢 可能要到美国去生产电池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削减通膨 这个法案 它的影响威力有多大 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 陆港股的部分 昨天呢 上证指数下跌了 7点跌幅0.22% 不过深圳城指呢 最后拉尾盘 上涨了36点 收盘指数 11358点 涨幅0.32% 香港恒生指数呢 则下跌了303点 收盘指数是 19370点 跌幅达到了 1.54%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一个台北股市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 是开低 不过呢 一度曾经翻红 不过最后呢 还是小跌 守在了月线 小跌了5.23点 刷盘指数 14734点 跌幅0.04% 成交金额是 1922亿元 昨天呢 中央银行呢 也跟进 这个联准会的升息 今年第四度升息 当然我们不可能 升息像美国 这么样子的多 因为我们的通膨 也没有这么的严重 好 升息半码 0.125个百分点 不过呢 从贴线率来到了 1.75% 也创下了 七年来的新高 而且呢 央行总裁 杨金融呢 表明了 明年通膨率 只要降到2%以下 那么升息 就会喊停 昨天对于 房市管控的部分呢 没有再增加 新的管制制度 那么但是呢 这个杨金融也表示 房市管制呢 这个取消的时间 会比降息 要来的更晚 所以会 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是先降息 才会取消房市的管制 那这也使得 房贷组的成本 会增加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